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 原假假期期间的不少伙伴选择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冰雪运动 以冰雪为主题的本地游周边游持续升温 前来体验冰雪运动的全国各地学友络绎不绝 这是大片的雨雪区 我玩了那个雪圈啊雪地摩托 就是感觉我的爽滑得嗨 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冰雪运动需求 元旦假期期间 当地增设了三个练习场和两个冰雪乐园 开辟了夜滑场所 预定率目前已经超八成 元旦三天我们预计接待游客会接近两万人 和去年同期我们预计将会有20%左右的增长幅度 随着冰雪运动普及率的提高 深圳武汉等地的商超也开通冰球 室内滑雪滑冰等冰雪运动 吸引了不少市民体验 冰球不请给我墙上的身体 冰球给我交很多朋友 从刚开始不会滑到现在可以自如地滑了 可以转弯可以刹车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 元旦假期 长白山 张家口等传统冰雪旅游风景区 热度不减 吉林 白山等地 也迎来不少举家同游的旅客 北大湖 松花湖等雪场附近的度假型民宿 酒店预定量 同期增长一倍多